正处于高层内讧政治风暴中心的北京连日来肃杀气氛浓厚 中共主席胡锦涛25号开始出访韩国 这趟为期八天的亚洲三国行在这个敏感时刻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有消息传来 指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目前已成为靠药物为生的职务人 有学者希望胡锦涛能把握整个江系处于强弩之末的千载良机 效仿西方的军事坦丁大帝对中共及江系犯下的罪行进行清算 据一位北京知情者向大纪元披露 江泽民去年曾被中外媒体报道死讯 为了辟谣央视曾一度让他露面 但是江现在其实已经是职务人 只是用药物拖延生命 消息还说江泽民对整个中共内斗局势已经发挥不了作用 而江派的前台掌门人是政法委总书记周永康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天亮指出 所谓江系是在中共十六大后才出现的 人马并不固定 如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后 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等看到江泽民大事已去 已经纷纷倒戈 张天亮指出 政法委书记作为政治局常委 是在中共十六大之后才出现的 目的是把政法委书记推到中共权力金字塔的尖上 才能控制全国的很多资源 据报道2008年17大江泽民把周永康塞进政治局常委 接任罗干的政法委书记 18大计划如法炮制 试图塞进薄熙来 如果说他进一步采取措施 把周永康端下去 进一步这个建制江泽民 同时呢像对中共犯下的一些罪行进行清算 特别是对法轮功问题 还有六四问题等其他一些问题重新评价 这样的话我是是身对人心也是大快平心的 民间有舆论担心如果中共垮台了会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 对此张天亮指出没有一种乱局能够比共产党时代更乱了 没有一个老百姓说苦的时代比共产党这个时代更恶劣的 中国从古到今所有的天灾人祸 战争死亡的人数加在一块 五千年的时间都步入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之后 造成了这个八千万到一亿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个什么样的乱局能够让在中国大陆的人 现在呼吸的空气都是严重污染的 每年中国有多少人是食物中毒的 就共产党统治之下所造成的这些种种的这种社会的恶果 而死亡的中国人的话可能比场战争死亡的人还多 张天亮说希望中国民众能树立信心 因为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愿意把中国搞乱 不希望让中国变好 而唯一一个烧杀强掠的有组织犯罪的邪教就是中共 因此张天亮也希望胡锦涛能把握良机 为自己也为中华民族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时这个罗马迫害基督徒的时候迫害了三百年的时间 基督教后来为什么能这个蓬勃兴起 当时跟这个金氏产兵大纪结束 罗马帝国的基督徒的迫害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大家觉得它是西方社会的千古异地 如果说胡锦涛能够在这个历史的一个紧要的关头 一个转折的关头 能够顺应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话 他就会有这样的清始流明的机会 所以说对于胡锦涛来说的话 现在就是一个选择 你到底是做江泽民呢 你还是做这个金氏产兵 感谢您的费民